在我们正式详细介绍这款X-Pro银闪器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神牛整个银闪器的一个发布历史 最早的它发布的是它的FT16银闪器 这是433赫兹的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银闪系统 在当初时候非常棒非常棒 OK之后它发布了它的赛斯系统 这是赛斯二代 一代我手上没有 赛斯二代是它需要配合一支接收器 可以完成这个伪高速同步 配合当初发布的神牛AD360一代 可以实现伪高速同步 那么再之后 神牛发布了它的X1 也就是他们俗称的X1 X1银闪器 它实现了五组的控制 然后包括一些小的功能 但是个人对这个X1的控制方式 一直不是很满意 之后神牛发布它的XT32 这是第四代银闪器 XT32 这个东西也是蛮好用的 那么最后也就是最近 神牛发布了它这个X-Pro银闪器 我们现在来一步一步的看一看 它的所有的菜单和截面 打开开关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屏幕上直接是分为ABCDE五组显示 下边是四个功能按键 以及模式按键 菜单按键 然后试闪按键 和咱们的这个TCM按键 等一下我会说TCM是做什么运用的 然后中间的是这个调整波轮 以及Z确定按键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按键 这边跟XT32一样 我们用312来演示一下 侧面是一个这个开关按键 一个造型灯的开关按键 然后这边的接口也是一样的 一个PC同步接口 然后一个这个USB升级接口 但是咱们的X-Pro采用的是 Type-C的一个升级接口 不再使用的这个Mac USB 好我们看一下所有的分组 这个调节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通过这五个选择按键 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其中某一组 ABCDE哪一组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A组 然后按MODE按键 可以设置A组的这个当前模式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TTL模式 现在是减2.7的曝光补偿 闪光灯曝光补偿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波轮 把它直接调成3.0 或者我们给它就是恢复成正常 不加不减 按Size键确认 那么B组呢一样 我们选择B组之后 按模式按键一下是TTL模式 再按一下它可以到M曝光 那么当前M档16分之1 同样我们通过这个转轮 可以把它调整成32分之1 或者说我们再给它调的更大一点 8分之1 4分之1 OK Size边确认 C组也是相同的道理 按一下选择C组 然后MODE按键确定它的曝光模式 我们暂且把后面的组 全都设成TTL模式 D组也是相同 然后是E组 OK 5组设定完完毕之后 我们看一下横向的这个功能按键 第一个它上面写的是CH和Zoom 但是这里个人感觉这里 这个按键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因为它单按是调整咱们的频道 然后需要长按才可以切换为这个变胶菜单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单按和长按的这个模式应该切换一下 也就是说长按是调整分组 然后调整这个频道 然后单按是切到咱们这个Zoom的模式 因为毕竟调整频道不常用 然后调Zoom的我们有可能会经常会用到 然后这样我们把它返回 好第一个按键我们说完了 看第二个按键SYNC 单按是开启高速同步 再次按是开启后连同步 这是佳能的两个功能 然后把它关闭是正常的一个常规的前连同步 好 然后O我们看一下 这是同加同减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 当前所有曝光 TTL母组曝光补常都是零 然后B组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四分之一功率 那么我们按一下O之后 直接调整模式转盘 是所有组都同时加上一个0.3的一个曝光档位 那么继续转轮可以加0.7 或者加一整档 这都是可以 也就是四分之一刚才变成了二分之一 其他组都加了一整档 这是一个同加同减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MOD呢 这就很简单了 造型灯 如果你这些组的这个丛灯 有造型灯功能的话 那你按这个按键 它们的造型灯全都打开 然后再按就全都关闭 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上手的这么一个界面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 TCM按键 我们按一下TCM按键 它会切为单组显示模式 其实跟这个 咱们这个全显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它就有点类似这个XT32的这么一个感觉 检视的这个数字会更大 大家看得更清楚 那么当前是A组 我们可以通过按这个侧面的按键 变成B组 C组 D组 E组 因为咱们这四组的功率是设的完全一样 这B组是不同的 跟大家说完这个切换分组方法之后 那么怎么调整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G类的功能 它这里有个G2按钮 然后我们按一下的话 它会把这个B变成高亮 然后我们要通过波轮 再去选择分组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咱们有这个快捷按键了 其实这个按键完全可以做别的用 如果我们要调整这个功率 我们就直接转这个转轮 就可以了 1分之1或者是这个4分之1 这调整的单组的功率 刚才说过G2这个按键是没有用的 然后S1C其实跟全组是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高速通路 后帘通路 以及关闭这个后帘 开启这个正常的前帘通路 是一样的 这里MOD也是造型灯的开关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打开B组的造型灯开关 我们回到全组显示 其实它是把所有组造型灯都打开了 但是个人认为 其实在这种显示模式下 应该是可以控制单组的造型灯开关 这样才会对于我们使用 是更加科学一些 因为毕竟如果我多灯不光 我可能当时只是想看 某一组的造型灯的这个效果的时候 那么这个功能就会有了它的用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菜单 菜单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自定义功能设置都有些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Standby Standby里面是一个on off的一个设置 没有其他选择 一个是开一个是关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自动休眠 如果设成off 这个音产器就会一直开机 直到电池没电 那么选on它可能会在一定时间 两分钟限制或者五分钟限制之后 会自动的睡眠 好 然后它具体没有说明 我们以后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收到这个音产器的时候 属于一个三无产品 没有包装 没有说明书 没有人讲解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菜单里的BIP按键 也就是它可以控制我所有闪光灯的这个 提示音是否开启 那当前是关闭状态 我们来试一下 我触发一只闪光灯 是没有声音的 那我回到菜单 我把它改成一个on的状态 我们再返回 大家听 就可以明显听到这个闪光灯的回电提示音 BB的提示音 OK 我们进行下一项 mini 这个是最小功率设置 那么比如说我们当前五只灯 五只灯最小功率都是128% 我们可以选128% 那如果有其中一只或者n只灯是256分之一的最低功率 那我们可以设到256% 但是个人建议是放在128% 因为毕竟如果你其中有了灯不支持256%的话 那可能你在调整过程中 比如说用到这个同压同减啊 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下阳light 这个是指着咱们这个屏幕的一个背光灯 正常是12秒钟自动关闭 那我们可以选择它一直关闭或者一直常亮 都可以啊 这三个选项 一般12秒自动关闭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之后的话 12秒自己又熄灭 这样也可以节省一闪器的电池 再看下一项 Sync SYNC 这个是指着咱们这边的插孔啊 它是一个输入的模式 还是一个输出的模式 当我们作为这个输入模式的时候呢 是可以通过这种 比如说咱们一些老相机胶片相机 像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拿一个哈苏来 哈苏503 它的那个冷靴座 它是纯冷靴 是没有触点的 所以我们要触发这个阴闪器 需要一颗PC线 从镜头的PC口引出一颗PC线 然后接到我们阴闪器上 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印的模式 然后把信号给到阴闪器 阴闪器再触发闪光灯 那么如果作为out模式呢 是一样 就是另外一种用法 然后通过这个阴闪器去触发 我们这个相机的快门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项 这不用管它 我们很少会用到 group 那么现在我们当前是设的五组 A到E啊 但是也可以设为16组 就是0到9加A到F 也就是说16组 就像我们这个 FT16 FT16上面这个16组是一样的 可以设成是这样的16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LCD 也就指着咱们这个屏幕 咱们这个屏幕的亮度 这个对比度 我们可以设成-3 或者设成正三 就是这个屏幕的对比度 方便我们观察 正常我们我现在放到正二 看着比较爽一点 看着比较爽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数据 这个是咱们X Pro一个新开发的模式 它上面我们看小人可以看出它有三种模式 第一个是单人拍 第二个是多人拍 第三个APP模式 我先给大家解释第一个模式 第三个模式大家明白就清楚 非常简单 第一个模式咱们指的是单人拍摄 也就是说我经常需要调整功率 那么灯一定要随着我的功率在变 那我调完功率之后我就可以拍了 然后这个功率固定了 因为我不再去调整一闪器 那么这个灯的功率就不会再变了 好 那么第三个模式 是我们神牛最近推出的A1 它是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 然后用我们的手机 直接可以在神牛APP里调整 我所有灯的功率以及它的模式 那么我如果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它设为这个第三个APP模式 然后这个银闪器就只负责触发功能 没有其他功能 我们选择这个模式之后 大家看这个屏幕上就出现了APP 包括现在的X1 也都更新了固件版本 支持了这个APP模式 好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第二个模式 群拍模式 也就是多人使用模式 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到这种模式 而这个模式又是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有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在拍片 那么我们现在有三支灯 三个人分别是设了不同的设置 那么第一个人 比如说我现在调完这三支灯之后 三支灯都是全功率的情况下 那我去拍 好我全功率 用我的相机参数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曝光结果 那如果第二个人这个时候 他直接触发 直接用移闪器拍 而没去调整功率的时候 那么这三支灯还是默认的上一次设置 也就是说 他会变成上一个人的这个功率啊 直接去拍 那么可能就不适合他自己的相机设置 这样就可能造成曝光不准确 那么神经小工给我的解释是 每一次我触发闪光灯的时候 那么引闪器都会发射出一组信号 告诉闪光灯我现在的设置 也就是说 无论你有几个人在拍 无论你有几只闪光灯 那么每个人在按下快门之前那一刹那 他相机机顶的隐闪器 会把所有的设置告诉外面这几只闪光灯 然后进行曝光工作 这样的话 每个人即使参数不同 那么根据他们自己的相机设置 也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曝光结果 就不会有这种乱场现象 好 我们再来看后面 还有一个Distance 这是大家经常在X1时候会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引闪器离灯太近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出发 那么这次菜单也是做了一些改变 大家可以直接选1到100米 或者0到30米 然后我们看一下 继续看下一个选项ID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 玩佳能的朋友都比较熟悉 佳能的这个SAT3 就已经加入了这个ID功能 即使我使用的是相同的频道 比如说我们都使用频道1 那么如果我的引闪器和我所有的灯 都加了一个ID密码 神牛这是两位数 也就是01到99 如果加了一个ID密码 那你猜不到我的ID密码之后 我们是不会互相干扰 你也不可能去触发我的灯呢 OK最后一个自定义选项 这个比较 我先把这个ID恢复一下 最后一个这个自定义选项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得到一个官方性的 这个非常准确的说法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我个人现在猜测 因为它现在这个图标是一个小闪光灯 然后200G 360 600 那么下面三个很清楚可以明白 AD200 AD360 AD600 那么上面这个指的是神牛所有TT系列 和V系列的热靴灯 咨询神牛小工 我说如果我这五组灯里面 包含了这四种灯 那我这个选项到底该选谁呢 但是它也没有给我得到一个满意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 那我个人理解呢 应该是这里面 如果我五个灯呢 是按照我五个灯里 最大功率的灯去设置 比如说我用到AD600 那么这里我应该搁到600 如果我最大功率用到AD200 选个200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是具体的 我们还要等正式版本发布 以及官方的说明书发布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功能到底该怎么用 刚才露说了一个功能 关于这个TCM 我们刚刚光说了 它这个切换我们显示模式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用我们TTL模式 A组闪光灯 我们来随便拍一张 这边有一只A组闪光灯 大家看一下 我的A组闪光灯在哪 在哪 在这 A组闪光灯 我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来看一下 我随便拍哪 我就不确定了 咱有哪算哪 就随便拍一张 OK 它当前还是显示的是TTL 在这个屏幕上 还是显示的TTL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长按这个按键 大家看一下 我长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把我上一次 曝光的这个参数 也就是16分之一功率 加0.7 直接变 把这个A组 转换为M档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这个16分之一 加0.7 那么直接就保留在我们显示器上 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用TTL拍片 我觉得这张曝光非常准确了 好 我切到TTM 那么我之后的所有照片 都是这个功率 都是这个曝光 没有任何差别 当然这个功能 最早不是神牛发明的 而是Profoto Profoto当初 它的这个 在B1和B2上 都有这个功能 都有这个功能 但是当时 因为我使的是 佳能的EDX 它的这个影闪器 跟灯对 佳能EDX的兼容性 有点惨 所以当时这个功能 我也没能 没能试出来 但是神牛在这个 这个上面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 并且这个5D3的曝光 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还漏说了 其实这个影闪器 X-Bro是支持频闪的 并且它的这个设置菜单 比X1要直观太多太多了 那么来说一下 它怎么设置 在我们当前这个界面 不进行任何组的选择 也就是所有组 都没有变成高亮显示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MOD一键 它会直接出现一个悬浮窗口 那么大家看A组变成了R 我们按一下B组 然后B组也可以变成R 我们按下MOD 然后C组MOD D组MOD E组MOD 就是所有组都可以设成打开 全部打开之后 大家看 我直接转轮 是调整我们的功率 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的 六十四分之一功率 那么这里大家看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功能键 左边的这个 Channel和Zoom没有变化 一个是调整频道 一直调整变焦 那么最后的MOD 这个造型灯也没有变化 一个开一个关 只有中间两个按键 发生了变化 所谓这个是Times Times Times一下是我们要 闪多少次 比如说我们要闪十次 就十 十次 那么赫兹呢 我们一秒闪十次 那就是十赫兹啊 一秒闪十次就是十赫兹 好 这样我们确认一下 是闪按键 这就是一秒闪十次 十赫兹 那比如说我们让它快点 一秒闪 五十次 但是我们只闪十次啊 那你就会感觉 这十次非常快 试一下 明显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关于这台引闪器的简单介绍 咱们就说到这里 等它正式上市之后 以及我正式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给大家再做一集 关于它的一个使用技巧 因为分享所以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期再见